我剛剛說了 現在擺明就是告訴你 這一百多個沒地方住 中央如果來幫縣市政府協調 在他們境內 就是縣市境內的中央管轄醫院 商界一些醫療資源出來 也許難關可以過得了關 但是怎麼會搞到這樣子呢 大家應該記得吧 我剛剛一開始都告訴各位了 記不記得一開始疫情剛出來的時候 從大陸回來這些僑胞 被大家視為這種 這種移動的病毒死神 看到他沒說他看他跪了 他們沒有染病 他們只是從國外回來 必須要居家自我隔離 自我健康管理 沒有染病 然後他關在 比如說21號2樓 他住在21號的2樓 我住在21號23號的2樓 同一邊 隔離 跳起來 隔壁有確診者 你怎麼不跟我講很危險啊 舉家搬到外面去 住旅館 他沒有確診喔 我隔壁沒有確診喔 他只是回來隔離而已喔 病毒還沒有 現在病毒這麼會傳染這麼厲害喔 然後你怕個半死 結果現在指揮中心跟你講說 你確診喔 你就住家裡 隔一散門 外面是你的家人 然後指揮中心說這樣沒有關係 那一樣是我剛剛的概念 如果 我 我跟朱醫師就在同一個房間裡面 然後隔壁山木板門 然後你確診 然後我只好這樣子 我就不會傳染了 那 對不起喔 我絕對贊成醫護人員要穿防護衣的 好要保護好自己 那我想請問 如果 我跟一個確診者同處一個空間裡面 都沒關係 那醫生幹嘛穿防護衣啊 幹嘛穿防護衣啊 我幹嘛戴口罩啊 我沒什麼好怕的啊 我怕什麼 欸 人家關在 關在家裡同一個地方 指揮中心都說沒關係了 那醫生看病 看病人幹嘛戴口罩 幹嘛穿防護衣 戴口罩就好了 比照標準啊 欸 我裡面那個是確診者耶 身上有病毒的耶 他沒方斃 他輕症不代表到我身上 我跟他一樣 搞不好我重症耶 不是嗎 那這一百多個人可以啊 你放在家裡是不是 可以 家屬每人放一套那個防護衣給人家 比照醫生護士 要保護大家一起保護 你有嗎 你也沒有啊 那怎麼會弄成這樣呢 我跟各位說 關鍵時間點在5月16號 5月16號以前 我們的指揮中心怎麼規定 來看清楚 如果你在監測期間有發燒 或呼吸到症狀 請立即佩戴外科口罩 只要有喔 主動跟縣市衛生局聯繫 或撥打1922防疫專線 醫指示禁數就醫 你指示有呼吸到症狀 5月16號以前 他告訴你 醫指示禁數就醫 要去看醫生喔 如果有問題 立刻把你留下來 不准回家 有沒有還跟你講說 去醫院不可以自己去喔 不可以搭大眾醫書工具喔 只能幹嘛幹嘛 有沒有記得吧 只要有症狀 立刻到醫院報到 現在呢 來 5月16號就是關鍵點 為什麼 來 5月16號指揮中心開記者會 告訴我們什麼 來 他說 他說 現在醫療量能緊繃 由於大部分感染症狀都屬輕微 休養後可以自己康復 那我到底要怕什麼 我到底要怕什麼 這跟重感冒有什麼不一樣 為了讓醫療資源留給重症者 得知確診消息後 請先留在家中 等候公衛人員通知 他們一說的就是 如果你是輕症 你就繼續待在家裡 5月16號以前是這樣 立刻就醫 5月16號以後待在家裡 如果你是輕症 就不用來看醫生 為什麼有這麼大的轉變 來 5月12號 首日本土破實例 4天後他立刻叫你 不用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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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4天的時間 你知道了吧 事情一爆發 陳時中一判斷 這個疫情要起來了 後面會有很多確診的人了 他第一個時間想到的 不是要保護確診者的安全 而是自己量能不夠的事情 不能被罵 所以叫你不要出來 待在家裡就好了 他寧願拿你的命去賭啊 賭贏了 輕症自己好賺到 賭輸了重症掛掉 算你倒霉 這就是陳時中他們的心態 這就是他們的心態 然後今天更可笑 來5月18號 還告訴我們十大指引 居家 這個確診者在家裡面 要十大指引喔 好大部分感染者 休養後都會自行康復 所以留在家裡 不要離開 等候通知 還說什麼 在家中請單獨一人一室 盡量和家人 使用不同的衛浴設備 不要離開房間 那如果只有一套衛浴設備呢 我請問你嗎 在家中請避免和其他同住者接觸 特別是長者幼兒 或免疫力低下的同住家人 怎麼病 我要怎麼病 我家就這麼大 你以為所有人家都是三層別墅 確診人住三樓 其他人住一樓 中間還隔一隔二樓是嗎 你不曉得現在有十坪二十幾坪 十幾坪的房子擠了一家三口四口嗎 你都沒看新聞啊 講這種白癡話 來 優正我覺得 當然這個 才沒幾天的時間 就出現這樣的情形 這完全是我們指揮中心的整個 防疫的指引 完全的打臉 打臉他自己 那現在因為每天都有這樣的 這個病毒的這樣的一個 本土的案例 其實不是那麼的樂觀 大家不要說 今天很像比昨天少 昨天是333 然後今天是這個240 你看這連續四天 很像比較少了 然後大家如果有鬆懈 其實就不應該 因為我們的第四級警戒 是14天之內 平均每天確診100例以上 明天開始是全國都停課 當然這是教育部的一個 非常落後的部署 人家雙北京就停課 你要到明天才停課 那這樣的案例 因為優正 這個請注意是指教 就是說你今天 統計出來的案例 是昨天1800的統計 但是這些確診的人 他的感染 他的發病 跟他的採檢 都不是昨天 都是更早之前 更早之前 所以最近這幾天的確診的朋友 他反應的數字 可能是在後面幾天 才會驗出來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要告訴大家 是這個疫情是不容樂觀的 所以像這個 你要把輕症的人帶在家裡 他的困難度 又這已經講了 你要逼那些朋友說 你跟家人不要接觸什麼的 那你就是要把其中的一些人 把他趕走 你不要住這裡 你們就分開住 那食物上面有沒有可能 很難 你要找地方給家人住 對 那不然就 你去住防疫旅館 不然你就去集中檢疫所 集中檢疫它有一般版 它有加強版的 他就是不願意談房商醫院 那你這樣下去 就等於是跟老百姓鬥氣說 你的輕症就不要來 那你哪知道是輕症 今天柯文哲講說 陽性率降低了 從11%變成4.7% 當然有可能 有可能是真的陽性率降低 但是有沒有可能是 我本來沒症狀 但是你管我 我就說要去檢 真正有 就我剛剛講說特色的那幾 可能是沒有居住症的外勞 真正在萬華的阿公店 在走跳的時候 我怕我去 我被人家不要接觸 我反而不敢去 是沒症狀的人去檢 沒有感染的人去檢 他檢出來當然沒有陽性率 我不曉得 因為檢得太多了 很多反而是沒有症狀 或者是根本就沒有難力 根本沒感染 沒事的人 他是去求個心安 我在萬華上班 我的小孩在萬華念書 反正撿又不用錢 我去撿一下 這個東西不曉得 但是我要強調重點說 觀眾朋友來講說這個疫情 你從其他國家地區的狀況可以開出來 它不是兩個禮拜能夠解決的 人家抗議都抗了一年多 我們是這幾天才開始緊張起來 在那邊的話 我兩個禮拜就把它砍右 那是不可能 太好笑了 不要再做那種阿Q式的 從台灣看世界 你們其他國家都是笨蛋 我們兩個禮拜就解決了 哪有這種事情 不可能 所以不要有這樣的想像 那這些剛剛佑正提出來 該調整的 我認為指揮中心要看 不要再關起慢 你們都不早講 每天都在講 是你沒在聽 你沒有辦法讓老百姓說 覺得我們是不是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還要繼續相信政府 佑正因為這個我是比較質疑 今天談到疫苗 這我的結論 陳部長說 大家對中國都不是那麼有信心 對你才沒信心 這個就是標準的意識性 我跟你講 獨派聽到這個就高潮了 三明治看到這一定要下標題 大家對中國 我想請問大家 你對蔡政府有信心嗎 我給大家看這個民調 這是友台的民調 蔡總統的民調 已經出現死亡交叉 滿意度41 他去年 去年連任的時候是61 61變41 他一年掉了20% 一年滿意度掉20% 不是還有55嗎 沒有 這個是最新的 這是這個救治一週年最新的 不滿意44 滿意41 他已經出現了死亡交叉 那這個不要再怪韓國瑜了 也不要再怪馬英九 跟習近平也沒關係的 你從61%掉到41% 這20% 如果你每天看佑正 從之前的聖後龍 看到現在的正常發揮 我跟你講這20%算公道的 你落這20% 佑正我的結論 你看是多少的人命 多少大家的不幸累積出來的 他掉到28% 真的